风 洋将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 把风约束在中间 硬的东西把它挡住 软的东西把它迁绕住 不管它怎样猛烈地吹 吹过遮天的山峰 洒脱缭绕的树林 扫过了辽阔的海洋 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 或者为此 风一辈子不能平静 和人的感情一样 也许最平静的风 还是浮浮微风 果然闻风不动 不是平静 却是酝酿风暴了 蒸闷的暑天 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 树梢头的小叶子都沉沉垂着 风一丝不动 可是何曾平静呢 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决道 好像敦伏的猛兽 不再睡觉 正要纵身远眺 只有浮浮微风最平静 没有东西去阻挠它 树叶由它撩拨 羊柳顺着它弯腰 花儿草儿都随它抚养 门里窗里任它出境 轻云附着它浮动 水面被它微枕 也柔和地让它揉搓 随着早晚的温凉 四季的寒暖 一阵微风 像那幽远清淡的情感 是天地浮现出 幽喜不同的颜色 有时候一阵风 是这般轻快 这般高兴 顽皮式的一路拍打拨弄 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 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 有时候抗爽 有时候凄凉 谁说天地无情 它只微微地笑 轻轻地叹息 只许抑制着的风 浮浮吹动 因为一放松 天地便住持不住 假如一股流水 嫌两岸束缚太紧 它只要流流流 直流到海 便没了边界 便自由了 风呢 除非把它紧紧 稍树起来 却没法解脱它 放松些 让它吹中些吧 树枝儿便拦住不放 脚下一块石子 一棵小草 都横着身子 伸着臂膀来阻挡 窗嫌小 门嫌霞 都挤不过去 墙把它遮住 房子把它罩住 但是风 顾得这些吗 沙石不妨带着走 树叶儿可以卷个光 墙可以推倒 房子可以掀翻 再吹中些 树木可以拔掉 山石可以吹它 可以卷起大浪 把大块土地吞没 可以把房屋城堡 一股脑扫个干净 听它狂嚎宁笑 怒吼哀嚎一般 欲是阻挡它 欲是发狂一般 推转过去 谁还能管它吗 地下的泥沙 吹在半天 天上的云 压尽了地 太阳没了光辉 地上没了颜色 只要把天地捣毁 恢复那部分天地的混沌 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 一脚青天壮降出去 不管怎样猛烈 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 吹吧 只能像海底起伏 鼓动着的那股力量 掀起一浪 又被压伏下去 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 吹着吹着 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 自己照旧是不得自由 莫了 想圣怒到极点 不能再怒 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 想悲哀到极点 转成绵绵忧恨 狂欢到极点 变为凄凉 失望到极点 成了淡漠 风尽情闹到极点 也发了 不论是严冷的风 蒸热的风 不论是哀嚎的风 怒叫的风 到末来 渐渐微弱下去 剩几声悠长的叹气 便没了声音 好像风都吹完了 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 只要听平静的时候 夜晚黄昏 往往有几声低语 向安命的老人 无可奈何地叹息 风究竟还不肯驯服 或者就为此吧 天地把风 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